近日,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雷山县南梦村,13年一次的古葬节迎来尾声。 当地村民和来自周边村寨的民众齐聚炉声场上,跳炉声,讨花带,奏响古老浪漫恋爱仪式的交响曲。 活动现场,当地苗族男女老少,身着节日盛装,围成同心园,一起随着炉声的节奏而舞动。 现场银铃翠响,银花闪亮,整个炉声场远远望去,宛如一片银海。 在古葬节炉声会中,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讨花带。 讨花带被当地人称为最浪漫的恋爱方式,也是苗族青年男女公开谈情说爱,自由恋爱的一种活动。 盛装打扮,佩戴红花出席的姑娘们,只为在炉声场上展现自己最美的一面。 对于异中人,姑娘们和亲属充满了期待。 我是特意从凯里赶回来的,本来今天都还在上班特意请假回来的。 也是一直在抓紧的,准备自己的服装之类的。 希望今天能找到幸运的男孩子。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嘛,可以两个人共同努力嘛,也不是说非要说是对方什么都要有啊,因为也不容易。 我知道妹妹过来跳龙生的,因为我妹妹的话她比较高,然后也要找到个身杂品。 她一发配的,孝顶父母的,最主要的是她要把她使花才行。 炉声场上,每个外村来的姑娘胸口均佩戴着红花,并在队伍的最内圈跳炉声,以便于区别身份。 苗寨本地的青年小伙要是看到心仪的姑娘,就在亲友团的助力下,走到其身边吹奏讨花带的炉声曲。 以此表达爱慕之意,向其讨花带。若女方也对男方有好感,则把花带、项圈或者床单等信物,挂在男方炉声和脖子上,以示定情信物,也表示接受了男方的爱意。 之后双方便可以开始谈恋爱,缔结白手之约。 据悉,当地苗族讨花带主要的目的就是苗族女孩为了展示父母给她们准备的嫁妆。 苗族小伙则通过自己的才艺与心仪的姑娘认识。 讨花带给了当地苗族年轻人相互认识的机会,而如今讨花带活动走红网络,更是吸引众多游客在节假日期间去体验这场古老的相亲大会。 苗族的阿哥,他只要看到新的女生,他就主动地吹起炉声,主动地去讨对方的花带。 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的有勇气,然后苗族的阿妹哥哥也都非常的爽朗,所以我很羡慕这样的恋爱方式。 这一次苦战节我们给所有的年轻人搭建了一个自己遵求感情平台。 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把草花带能够讨得成功的,我们就希望他们能真正走上灰殿堂的时候,到南蒙村来拍个灰山照。 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节日来实现南蒙村为理一体化的发展的思路。